马上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北部迎风面还是会有雨 不过中南部的平地就是多云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了 中南部山区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降雨 至于迎风面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也会有断断续续的雨势 气象局还是针对了基隆北海岸 跟台北市的山区这里 发布了大雨特曝 提醒您要特别留意了 而在温度方面 随着冷空气减弱 各地气温都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回升 跟昨天相比的话 清晨各地低温大约是18到20度 白天的北台湾高温21到23度 中部跟花冬是25 26度 南部地区甚至可以来到29度 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提醒您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 适时的调整穿着 避免感冒了